待站一旁不发一语 她是11号遭到杀害弃尸的太极女迪工男友 看到女友尸体被拉上来一脸落寞 直到远警叫她才默默上了警车 由于死者男友语言不通 因此一旁还有两名友人陪同 11号深夜三席车的太极女子 被另一名同乡灵性女雇主 骑车在往基隆大五轮炮台山区 过程中以似发生冲突 当下死者立刻传手机定位给男友求救 没多久便音讯全无 男友心急如焚从新竹北上找人 没想到最后在半山腰看到女友赶紧报警 消防员到场之后立刻将她拉上来 但由于女子失血过多 已经明显死亡 迷设人员抵达现场 戴起手套将遗体送上车 警方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进行裁证 地面上大片喷溅血机 凶手的手段相当凶残 疑似用刀先猛刺对方手脚 之后再将她拖刑往山谷丢下去 原本还有生命迹象的她 被这么一丢导致刀伤血流不止 最后失血过多才会身亡 而这名灵性凶贤 适时者的雇主 两人平时情同姐妹 究竟是因为债务纠纷 还是感情因素动了杀鸡 检警都还在进一步调查理清 最新闻女主角黄世函 基隆仓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